中国空军实力近年来备受关注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携带了众多明星机型亮相巴黎航展 其中双座版骁龙战机是首次公开露面 此前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中国将购买苏35战机 而苏35也将在巴黎航展进行首次海外亮相 我们的记者也在巴黎现场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 第五世界巴黎航展今天上午在法国巴黎的布尔西机场开幕 来自世界40余国家和2215家参展商云集于此 我身边的这个飞机模型就是中国观众最关注的骁龙双座战斗机 那么它是首次亮相 同时它也代表着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最新技术水平 中航工业参展机型包括了FC1骁龙单双座战斗机各一架 L15猎鹰高级教练机 翼龙多用途无人机 运8C运输机 运12F通用支线涡奖飞机 星舟60和星舟700涡奖支线飞机 AC3L2双发四吨级直升机以及民用航电系统座舱 其中双座版骁龙战机还是首次公开路面 骁龙的双座机 我们准备在单座机的基础上 对它的气动进行进一步的修行 同时我们还要有把单轴的电船改成三轴的电船 以及保持骁龙的这种高机动性 高的这个飞效比 同型战斗机它推出这个双座型 它一般来说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说 为这个同型号战斗机培训啊 这个飞行员啊 训练更多的这种驾驶员 第二个目的就是说双座战斗机 它还可以改进成一些这个达到更多功能的一些 这个作战效应 这种性能啊 因为双座型的这种战斗机可以比如说可以做成呃 对地攻击的啊 这种这种模式的战斗机 还可以做成一些这个比如说空中指挥模式这样一些战斗机 因为它毕竟有两个驾驶员嘛 可以执行更多的任务操作更多的武器和设备 骁龙飞机是中巴双方共同投资开发的全天候单发单座多用途轻型战斗机 全机共有七个外挂点 可挂装多种空空空地武器 外挂能力大于3600公斤 具有发射中巨弹 实现多目标超视距攻击的能力 同时还能具备精确导航战场态势感知 目标探测与识别以及电子站等功能 骁龙飞机达到了第三代战斗机的综合作战效能 同时具有轻小型低成本的特点 其实中国的航空企业现在向国际市场主要提供一个所谓叫第三条路 也就除开欧美和俄罗斯以外有了第三种选择 这样的选择是什么 合适又不贵的东西 而从现在中航工业所拿出来的展品来看 首先第一点 我们不是和人家去争争那些所谓的高端先进这些概念 我们要的什么 给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合理足够的防卫力 我们要解释了一个其他地方 这种区别的多福 就是奥杉斗的 我们要解释了 我们要解释了